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佛经里面讲这个因果 然后有一个叫做定义 定义就是固定 已经固定的东西 这个固定的东西是 意思就是说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些因果 是固定了 就是不好改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改变 是可以改变的 比较难这个意思 如果不改变 不忏悔的话 这个国报一定会成熟的 但是我们先造一点 就做好准备去忏悔的话 还是可以改变的 大乘佛教的观点尤其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